中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长征号火箭发射任务 于1970年进行长征一号的发射任务 成功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送入太空 因此也拉开中国探索太空的序幕 如今我国已经拥有四代共计19种火箭型号 截止2020年已经发射358次左右 此外我国还成为全球第三个成功从月球取回土壤的国家 意味着中国在航天探索领域可谓是拥有着极高的成就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我国研发的大型液体捆绑运载火箭的长征五号 此前曾进行三次发射任务 但是每次均在文长发射中心 要知道经过多年的发展 如今中国拥有西昌 九泉 太原 文昌 四个卫星发射中心 但是被外界称之为胖五的长征五号 似乎对文昌发射中心情有独钟 事实上 却与中学基础物理知识有关 要知道 重力等于引力 减向心力 而长征五号的起飞质量 大约在859吨至879吨左右 最大起飞推力更是高达1万千牛左右 此外还配备两极助推火箭 每个助推器搭载两台120吨左右的液氧煤油发动机 因此拥有大载荷高轨道快速发射的能力 然而文昌发射中心处于领海地区 而且该发射中心处于北纬19度左右 西昌则处于28度左右 九泉和太原位于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 再加上文昌领海不仅方便运输 同时也拥有摄像宽 安全性好的优点 尤其是从东向南发射 拥有一千公里范围的太平洋 最重要的是 在低纬度地区发射的效率更高 相比其他发射中心 效率能提高10% 再加上地球环绕南北极自转轴 属于自吸向东转动 但是由于纬度不同 自转的速度也不相同 因此文昌所处地区 拥有更大的自转半径 与更大的限速度 这样做的好处 是不仅能够节省燃料 还能够借助地球自转的速度 来达到省力 可以说纬度越低 瘦力越小 还更加省力 同时借力越多 飞得更高更快 这也是为何文昌发射中心 在未来将会承担载人登月 火星探测 空间站等发射任务 可以说 该地区占据了所谓的天时地利等因素 因此 我国选择在文昌发射长征五号 完全符合最基础的物理知识